把蝶豆花煮5分钟 然后过滤出蝶豆花质 准备好所有的实验材料 把蝶豆花质分别到物食材中 观察物质的颜色变化 记录观察结果 白醋与柠檬汁变成紫红色 洗碗剂与小苏打粉变成浅情色 白糖与石油是没有改变蝶豆花的蓝色 酸性物质变成紫红色 然后碱性物质变成青色 还有中性物质是蓝色 感谢观察物质